電腦電腦 電腦電腦 電腦電腦是威哥幫我選擇的 最熟悉的都是找電腦電腦幫我選擇 最熟悉的都是找電腦電腦幫你選擇 那時候我跟電腦電腦的預算是大約30萬澳洲市 總之30萬澳洲市買了金彩60 尤其是華人騎士 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的趨勢好像越來越少 我身為香港人 一定要支持本地的騎士 現在方便一些 有些有WhatsApp 很多次大家在WhatsApp聯絡 有時大家約出來吃飯 大家溝通一下 談談馬仔的情況如何 有時每個月 差不多每個月去探馬一次 就可以跟威哥聯絡一下 知道馬的情況如何 由他來香港到現在八歲 差不多還有九歲 他一樣是這麼好火 這麼好脾氣 例如有時餵他吃紅蘿蔔 餵慢一點點 他都發脾氣 弄了腳 弄了頭 縮了耳 有些敏鎮 說你餵得他慢 當然是很開心 又可以養到一隻世界知名的馬 我想不只是香港 例如在其他外國的馬壇 很多人都懂得金槍60這個名字 養到他的當然是我的榮幸 光榮 過往三屆 連肉三屆獲得三屆馬王 當然是很開心 今屆來說 因為金槍60 在季初一早已經說了 今季只會跑三場 第一場是國際賽 贏了 原本第二場是一月份 但馬就受傷 沒有出賽 到第三場 四月份那場 就咬第四 所以今季只贏了一場 相比之下 比起其他的馬 即贏了這麼多場 我想 機會可能是微一點 但都沒有所謂 說真的 每隻馬 沒有可能拿十屆馬王 其他馬上 亦是一個很好的 對香港的賽馬事業 一路進步 馬現在今年都八歲 下季就九歲 加上他今年一月份 馬房自己弄傷了腳 也有少許傷 這個情況 我們現在都一直在操練 例如說 我都會跟阿威哥和阿學 研究一下 會不會繼續跑 還是有其他的打算 我們三個都會坐下來 考慮清楚 才會再做一個決定 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